我們的學校也算是一個 原住民地區的小型學校 一個年紀僅多二十來個 很多小朋友家裡是務農 或者是打零工 偏鄉的孩子對於抽象理解 思考能力會比較弱 他都知道他在學校學這一些 能應用在他自己的生活 我今年四十歲 本身也是個媽媽 早期是在市場擺攤 買一些襪子 生活百貨用品 去年疫情的關係 生意受到了影響 就沒有在做市場的生意 其實職場上對於二度就業 他們會比較多擔憂 可能會覺得你比較沒有經驗值 所以會覺得說 反正我多學一樣東西 未來就是多一個技能 我今年二十三歲 然後我去年剛從大學畢業 那時候因為三級緊節 所以很多職缺就會減少 或甚至是關閉 我報名了Google的 數位人才探索計畫 就是希望可以藉由這個計畫的課程 增加我被企業面試的機會 在偏鄉真的很難改變孩子的觀念 因為家長的觀念也很保守 這一次Google來 帶著工程師 專業的講師過來山上 教孩子寫程式 自動控制 自走車 讓我們孩子知道 原來科技是可以用在生活上 也是一種全新的視野 我現在在一家網路電商工作 過去是完全沒有經驗 後來有上過課程 都有做一些模擬 最大的改變就是 讓我從過去完全沒有信心 到現在開始有一點小小的信心 我現在在ASUS做全球行銷相關的工作 其實跟課程並沒有直接的相關 但是它的確有幫助我在職場上 跨部門的溝通 我更能快速地進入狀況 這個孩子後來跟我講 下午以後我要去Google上班 後來他的整個學業成績 就一直圖了蒙鏡 那我就跟他講 你就盡量學 那裡需要什麼樣 你就跟下午說 下午一定會支持你 也很開心 自己可以寫出一個完整的程式 希望自己以後 可以當一個工程師 發明東西 然後幫助別人 要找自己有興趣的工作 因為這樣子你工作的時候 才是開心的 覺得自己還蠻有勇氣的 也會蠻感謝當下自己願意 做這樣一個小小的改變 我們就是很想證明一件事情 跟小孩子可以交 我們的學校不是只有為了分數而存在 而是為了孩子的未來而存在 我們可以帥 我們就是要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小的小的小小 我們可以做的小小小的小小的小小